我們到了刺客山 來看冰燈花 上來的時候這個路會比較短一點 有些路段也比較斜喔 所以車子會比較換一點 做個有點暈 路上也看到蠻多摩托車騎上來 所以也可以在山下先租摩托車 騎摩托車也不錯喔 我們終於到達目的地了 刺客山 哇 整片的金針山 可是現在怎麼有點冷啊 原來這個就是金針花 金針花 車子也可以停在路邊 然後慢慢走上去喔 因為前面都是專員 這裡也蠻多地方可以停車的唷 我們開車上來時會看到指標 有分南跟北 那我們是先從南上來 然後北也可以 就是它是繞一圈的 如果你有很多時間繞的話 你就可以繞一圈下山 林家專員 林家專員裡面很多完美造景 刺客山的南邊指標是三顆石頭 北邊是千頓石龜 再來就是超多的專員 讓你選擇 那我們就是直奔林家專員 這邊有賣很多吃的金針花香腸 我們上來的時候天氣好像陰陰的 剛剛還起霧耶 放大部門 南加坡 在這里有賣很多 這裡有賣很多 黃金針花的 然後馬上日文 也年紀大便 1、2、4、2、3、4、5、6、6、7、6、10、4、3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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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